人穿亞運圓滿落幕了 中華男女排的國手都已經回到母隊 要準備明天即將要開打的 7月10年排球聯賽下半季的賽程 那其中呢 上半季戰績第一的Mizuno男排 下半季得面臨兩位主力轉隊的困境 那如何在這樣的情況下保有競爭力 將是正中小將得面臨的課題 一屆級中扣殺的對手毫無招架之力 Mizuno男排靠著舉球員和攻擊手完美的默契配合 一次次撕裂對手的防纖 以大專冠軍隊十大男排為班底的Mizuno男排隊 在7月10年夾擊排球聯賽上半季 僅吞下了一敗 戰績位居第一 但下半季他們卻面臨兩大主力出走的困境 舉球員黃培紅和主攻守陳建真 要入伍服役轉戰國訓隊 盡量把我們兩個 非常的好的學長的一個影響 可以降到最低 我對我們這些小朋友很有信心 除了可能國際賽的經驗沒有那麼好之外 其實我覺得他們現在其實對我來講 都已經可以獨當一面 黃培紅是Mizuno男排的元老 從大一到今年研究所畢業 總共在這一支球隊待了將近六年 要離開學弟們感覺很不捨 在美金龍之後的隊伍是 我有史以來感覺 就是打球最自在最快的一個隊伍 就是非常不捨 就是好像就是畢業了 好同學兼好麻吉 歐告陳建真投入七連有五年的時間 除了感謝隊友 更感謝球迷熱情相挺 讓Mizuno始終像個大家庭 非常感謝就是幫我們創美金龍的粉絲團的一些球迷朋友 不管以後還有沒有繼續打 或者是到哪個隊也希望各位球迷朋友們 不要減少你們對排球支持的熱情 兩位Mizuno主力投入軍旅生涯 下半季將成為老隊友的敵手 兩人反倒要學弟們打出Mizuno的傳統 因為屆時對戰他們絕不是手下流行 主力出走Mizuno的小將也獲得更多上場的機會 但必須全力以赴才能在下半季保有競爭力 五點TV五家二警針光台北報導